新竹市医师工会举办111年度医师节庆祝大会 活动当中由新竹市副市长李时珍代表颁奖给10位防疫特殊贡献 6位长照服务贡献 以及12位在一届服务超过40年的自身医师 从出生到这个结束啊 我们每一个阶段都是需要医生来照顾我们的 所以我们今天医师节我们要特别这个表扬我们28位杰出的医师啊 每一位医生对我们都协助民众协助非常多 而且这三年一千多个防疫的日子啊 也因为这些医师啊 让我们的民众能够好好的度过我们的疫情啊 那我们在上个星期一10月31号啊 我们竹竹苗的第一座儿童医院也成立了 那也开始营运服务 希望这个以后我们还能够为新竹市民 创造更多的希望跟更多的服务 医护人员在这次疫情当中 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守护民众的健康 这次颁奖荣获双料冠军之一 40年资深医师还有防疫特殊贡献奖的陈建明医师 从大型接种站诊所校园市打站都能够看见他的身影 成为推动疫苗接种的幕后英雄 其实整个防疫的过程都是我们新竹市医师工会 去国外理事长一个规划破测的 那我们就在后面跟着尽一份力 来让市民的这个防疫的工作可以做好 我想所有在新竹市医界服务的所有的医师 都有同样的心情 不管我们在这个医疗的领域里面要贡献多久 我相信只要我们所有的当一个医生的 只要能够做得下去 我们都会继续奉献 只是说刚好一个里程碑到了40年 那理事长还颁一个奖说 建明你服务40年继续加油 他的意思是这样 看能不能有一天45年50年继续领下去 疫情爆发以来 新竹市医师工会跟基层诊所 还有市政府紧密联系 协调相关人员以及资源 对抗这场战役 医师工会的这些医师们 不管是医院或我们诊所的医师 那面对防疫这个事情 大家都是全力以赴 也就是说不管社区森检战 疫苗施打战 或是到校园施打 或是什么基家这个 所谓确诊的这些照护 我们大家没有再推卸的 为了新竹市民 大家都全力的做下去 那我们虽然只有几位来代表 这个领奖 事实上是所有的医师的光荣 我也是对市民的贡献 从基层诊所到医院 还有疫苗施打战 各个阶段的任务 都有医护人员辛苦的身影 共同为民众的健康 筑起防护墙 记者万事连新竹采访报道